歌手劉若英于2011年 与北京商人钟晓江结婚后 遇有一子婚姻幸福美满 没想要禁与某博主爆料 称劉若英多年前 花费约4000万元人民币 埋下了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四合院 并将其改造成书店 如今价值更是翻倍到上亿元人民币 该名博主推测书店的选址不太合适 店里的咖啡厅也只是合作关系 营业额可能不太理想 同时称劉若英的家庭背景强大 劳工是北京知名富商 身价估计早有几十亿 因此收入不客观 对他来说也没关系 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后 劉若英发文成经历 并没有所谓的四合院 影片中的书店是几年前 劳工与朋友为了实现梦想 而在北京三里河边租下了店面 他认为虽然劳工和朋友 对这一行不熟悉 但为了自己想做的是 去用心坚持尝试 是值得鼓励与支持的一件事 所有有网友搞笑留言 不管是人在家中做 方从天上来 书店开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以四合院登上热搜 真的是莫名其妙